- 金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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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粉絲大家好 歡迎收看理財最給利 為你人生財富加點力 我是阿克利 今天要跟大家來聊聊 大家最關心的金融股 在我們過去幾集的節目中 像馮老師就有提到嘛 在现在景气循环的末端 如果你去请纯金融股的话 感觉并不是太好的一个选择 尤其在现在全世界货币宽松的政策之下 很多其实负利率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欧洲、日本 很多银行股它的表现呢 其实是落后于其他的一个类股了 而且这个负利率的状况之下 利差变小 也会影响这些受险银行 他们的一个股利日后的表现 所以你纯金融股 你领到股利可能会越来越少 而且现在全球疫情的影响 其实对经济的影响真的是蛮大 我们来看一下汇丰 汇丰银行这么大的银行 最近就启动全球 3.5万人的财源 不是真财 而且他们说 他们不可能无限期的暂停财源 这是一个何时而非如骨的问题 所以现在金融股 似乎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乐观 不过回到台湾的金融股的类股指数的话 其实台湾的金融股指数并没有跌得太多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到底是台湾的金融股表现 营运上真的很不错呢 还是我们的百万存股的金融大军 真的是太强了 所以金融股到底还可不可以存 还是说你应该存了一段时间之后 如果股价有上涨 应该要适时的获利了结 跑去存其他类股 或甚至换股操作这样的状况呢 我们今天就请教我们的学报财报专家 定彦均来跟我们分享 Hello 彦均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定彦均 彦均是我台大学长 是会计系的 还有什么系 金融 财经 会计跟财经双主修的高财生 所以我知道彦均 其实对金融股有很深的一个研究 那所以我最近看到金融股 前五个月的字节EPS已经出炉了 有四家是正成长 那富邦金是称王这样表现 前五个月EPS有3.36元 这样看起来说 金融股的表现好像没有媒体上讲的那么差 那存股是不是就是存这种 EPS成长股票就可以了 获利我们以星光金控为例 1月的EPS是0.14元 看起来还不错 2月的时候 哇0.35元超高的倍增 大家都很开心 就想说之后 应该也是每个月都有这么好的状况 所以当时候很多人去买 是啊看到2月的获利大家都很开心 可是3月剩下多少呢 哇只剩下0.04元 怎么落差那么大 0.35元变成0.04元 4月的时候更惨 0.02元 而且5月 诶 惨了你不要觉得说 就这样就结束了 5月单月是没有任何的赚钱的状况 是的 好等于说呢 金控的获利呢 是不能用单月的获利 去推估未来的获利的 看起来真的是波动了 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金控它的资产负债表 以受险为例好了 受险呢 因为台湾的利差比较低嘛 所以呢 它很喜欢把资产去投资海外 那目前海外的资产的比重呢 大概在6成左右 尤其新公斤它旗下又有受险嘛 对 那受险就很爱买一些外国的债券什么的 好所以资产100块呢 大概外币的资产是 有60块 普遍来说大概是这样的 还是这个假设 受险大概都是这样子 资产的比重大概有6成是海外的资产 通常是海外的债券为主 所以受险的资产会有6成在投资海外的部分 4成是台湾 对由于金融机构呢 它的负债比率很高 它是使用高杠杆的方式在经营 所以负债的部分呢 我们资产100块里面大概有95块的负债 权益的金额呢就只有5块 这样蛮少的 因为95%都是靠杆杆来操作 那我们看在完全不避险的情况下 如果金融机构都不避险的话 那我们新台币只要升值5%就好 尤其最近台币又蛮强的一个状况 只要升值5% 那升值5%的话 外币的资产60块 就会有损失嘛 损失5%是损失3块 原本的权益就只有5块 那如果我们再损失3块的话 是不是权益只剩下2块 有没有5块剩下2块 是不是减少60% 对 蛮大的一个数字 还是说这些钱 其实如果不换为台币 就没事 这只是照面的 金融机构它在做不同的分类 就是这个资产它是短期持有 还是长期持有 它会有不同的分类 那有一些就是要净损一表 那有一些无用 它是直接影响资产负债表 所以我只是要跟大家解释说 为什么金融机构的获利会差异这么大 为什么每个月会差这么多 原因就是在于金融机构 它是高杠杆的方式 它的权益的金额其实是很少的 只要这个资产它的账面价值 受到国际情势的影响 那可能股价大幅波动 或者是汇率大幅波动 那就会影响到公司的获利 那影响到这个公司的净值 所以在投资上大家说要避免这些受刑业者 所以原因其实就出在说 它投资海外资产已经蛮多了 所以台币如果变动一大 它们的受影响程度就会比较重 对那通常金融机构会进行避险 所以获利的波动 不会像我刚才这个图举例的来的这么的剧烈 但是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波动 所以我们看到星光金控它的获利 就是每个月的差异非常的大 我们在投资金融股的时候 绝对不能只看单月的获利来进行投资的决策 这样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那如果金融股 你说不可以单纯只看EPS 因为现在每个月 我看PTT或各大讨论版 只要每个月一到 大家都会把金融股的EPS 从高到低这样排下来 所以这样直接去悬股其实还是有风险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从哪些角度去切入 来判断说金融股是不是真的有获利 哪些是真的货真价实的好公司 其实金融股应该是要看核心竞争力 看大家公司它有没有巴菲特所说的护城河 如果有的话长期之下 这家金融机构具有竞争力 那股价也会持续往上涨 像玉山金 就是我们两个都很看好的金融机构 就是玉山金 玉山这几年真的涨了非常多 十几块涨到快30 玉山因为它的服务品质非常的好 所以它的业务就持续的成长 那当然获利成长股价也跟着上涨 原因是因为玉山金融它的服务真的非常好 我去玉山金融办事情 我都怀疑说 柜台的小姐是不是喜欢我 你讲太多了 金融业比的真的是服务品质 像以前我自己在银行上班的时候 曾经就有客户 他1月1号把钱存进来 然后到了5月15号把钱领走 那就是电脑就自动算给他4.5个月的利息 就他跑来跟我吵架 他说为什么不是给他5.5个月 就1月1号到5月15 应该是4.5个月吧 没有错吧 对他就跟我吵说 为什么不是5.5个月 现在已经到5月了 我跟他解释很久 他听不进去 怎么办呢 结果我还去买一杯星巴克的饮料 免不去请他 跟他谢罪陪赞 对跟他说不好意思 就是我们没有解释清楚让你误会了这样子 你那时候是在哪家银行 我在王道银行 王道 所以玉山的服务跟王道比起来 我觉得两家都很棒 其实台湾的金农业服务都非常的好 所以听起来你觉得说金农存股 你个人的话你会比较喜欢民营 而不是公股银行 对我喜欢民营的 因为服务的品质很重要 可以帮银行创造手续费的收入 那我小抱怨一下好了 今天天气非常的热 那我就去买了这个手摇杯的饮料 他跟我说要摇一摇黑糖才会均匀 那我摇了以后呢 这个饮料又撒出来 就撒了我的全身都是 现在领子应该看得到污渍这样子 结果这个饮料店的服务员呢 他也没有主动帮我擦 也没有说这杯饮料请你都没有 其实你是OK 你自己摇到自己身上的 他就给我卫生纸给我擦 可是他是完全密封的 我这样摇一下 这个 你意思是说他没有封好 我这样摇摇 他盖子没有封好 他撒出来应该不是我的问题吧 所以你是从这个角度 就是说 其实金融股 其实大家可以 实际到银行走一趟 体验他的服务的品质 大概就可以知道说 这家公司会不会赚钱 是 那待会看到银行的综合水 你表大家就知道说 金融业的获利来源 到底是来自于哪个面向 到底怎么样来选股 所以银语到底要怎么样去区分 因为很多金融股像你刚刚讲的 这个EPS忽高忽低 那到底是有没有赚钱 其实散户好像不太能知道 这个要怎么样去判断 那我们是看一下金融机构 他的综合损益表 那这个是以银行为例 银行他的获利来源 有三块 一个是净利息收入 一个是净手续费收入 那一个是投资收入 利息手续费还有投资的收入 就是这三块 银行他的综合损益表 最上面是利息收入 这个是利息收入的总额 那去减掉利息费用 会变成利息净收益 这个就是所谓的利差 第二个部分呢 是手续费净收益 手续费净收益 来自于银行财富管理的业务 信用卡的业务 或者是汇款啊 连贷案的手续费收入 这个是手续费收入 所以听起来手续费收入 算是比较稳定的一块 对 根据学术论文研究呢 在景气不好的时候 像现在降息嘛 金融机构的利差会缩小 就是利息收入会变少 对利息收入变少 那利息费用也会变少 但是利息收入少的比较多 利息费用就是减少一点点 所以这个利息收益会下降 所以人家说什么利差会减少 就是来自于这个道理 对 但是呢 我们的手续费净收益 是服务的品质嘛 像现在利率很低 大家不会因此去减少购买基金啊 也不会减少信用卡刷卡的金额 对 所以手续费收入这一块呢 是非常稳定的 是不受景气循环的影响 不然景气好或是不好 这个金额非常的稳定 再下一个是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真的是不一定啦 那有些金融机构很厉害嘛 投资就会赚钱 那有些金融机构像华南好了 那最近就是刚好操作不顺 这样赔了很多钱 就变亏钱 EPS就变富的 这三个获利来源呢 当然是以手续费净收益的 这个项目 它的服务品质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在挑选金融机构的时候 应该是要选说 靠服务赚取的手续费收入这一块 它占整体营收来讲 它的占比是比较高的 这样听起来跟你刚刚讲 玉山金就有异曲通通之庙 因为玉山的信用卡的刷卡 的签账金额 其实是台湾前几大的一个公司 对大概在第三名左右 所以像台新啊 玉山啊 中信啊 这个信用卡排名前几名的 它的手续费收的占比就比较高 那这三家金融机构呢 也是我觉得说比较适合存股的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上网去查 每个月信用卡 都有那种签账金额的公布 你反而可以从这个签账金额 公布的顺序里面 反而可以挑到 手续费收益比较高 这样的银行 那这样的银行 刚刚彦均有跟我们分享到嘛 就是在比方说 现在景气比较不好 利差减少 这种情况下 这些银行的获利反而是相对的 有支撑性 嗯对 我再介绍一下 这张综合损益表 这张综合损益表 最上面是利息收入嘛 减掉利息费用以后 变成利息净收益 再加上手续费净收益 再加上投资收益 那还有其他收益 这个金额不高 会变成净收益 每个月的10号 都要公布前一个月的营收嘛 银行公布的营收呢 不是最上面这个利息收入哦 银行每个月的10号以前公布的 上个月的营收 公布的是净收益这个部分 是净收益 对 不是利息的收入 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银行 像京城银行在2018年的10月 它的营收是负的哦 这样吓一跳 什么营收会是负的 营收是负的 是因为我们的营收呢 其实包含了投资收益 所以它那个月肯投资 刚好账命亏损 对 那投资收益 这里是负的 所以造成说公告的营收就是负的 了解 大概这样看 所以我们在选股的话呢 如果是要想要定存股 然后去选说 可以长期稳定零股利的 应该是要选择说 我们的手续费 净收益占比比较高的 这样这家金融机构的获利 比较不容易受到景气循环的影响 会比较稳定 所以大家去查询这些资料的话 比方说到雅虎股市里面 它会说 营收比例有多少%是来自于手续费 有多少是来自于投资收益 那个是可以吸引的吗 还是说要直接进入年报 像你这样看 通常我都是会去公开资讯观测站 对 那所有的金融机构呢 它的财报都会公告都会揭露 我就去看说 手续费净收益占 净收益的比重是比较高的 有些金融机构呢 它的比例可以高达四成 四成好多 对营收来源 有四成都是手续费净收益 像台新啊 玉山啊 中信啊 这个占比都是比较高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说 现在的人真的要存金融股 然后又怕什么利差问题的话 就是首选这种手续费 占比比较高的进控 这样子就是一个好的方向 对 那为什么大家存股 喜欢存银行股 不喜欢存售贤股 其实刚才已经讲过了 因为银行它的获利呢 如果有些银行的获利 是来自于手续费净收益 占比高达四成的话 获利会比较稳定 那如果是售贤股的话 的资产容易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 而获利大幅变动 就会影响到股力发放的金额 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当做 存股的一个标的 而且像这些受险 或以投资为主的金控 是不是说以后遇到 假设有第二次的金融喊笑 他们的亏损就会非常严重 对 所以相对的这种 这种消费型的银行 反而是好的靠信用卡 财富管理的这些银行 反而是大家如果你要存股 想要避免风险的一个首选 其实我看到下面有问我议题说 存股是民营银行比较好 还是存公股银行比较好 其实从服务的角度来看 当然是存民营银行比较好 因为它服务比较好 它来自于手续费收的比重 会比较高 所以为什么彦均说服务好 然后大家听了 模模服务好就可以存股 是为什么 原来其实是跟营收来源的 种类是有关系 对 我想问一下主持人就是 有没有去玉山金或是去台心金 买过储蓄型保单 我都没有这样 因为我都自己投资啊 那不满您说 我买了一些 你买一些 你有什么样的心得 在这两家办不同的 因为我都跟粉丝说 说尽量不要买储蓄型保单 因为获利比较低 可以考虑买 对啊 那你为什么自己买 就是 台心可能买特别股啊 可能获利会比买储蓄型保单来的高 但是真的没有办法 我一走进去 看到那个柜台的消息 真的 你也低歌啦 你就好色 然后那个保单就给他买下去 他就跟我说 还有业绩压力 就说我这个 因为他也看到我的存款金额 他说你这么多 帮我买个10万20万这样子 那我真的就买下去了 你就跟他说 他当你的女朋友 你就直接给他 给他10万20万了 不然你只买10万20万的储蓄型 然后 抽佣应该也没抽多少钱吧 其实金融机构 他的压力非常大 他每个月都有一定的额度 如果没有达到的话 其实就领不到 某一部分的奖金 所以我想说 做个人情帮帮他这样子 好啦 以后如果你们是 在银行遇到彦均的话 他心比较软 你可以多多跟他促销 那接下来我们要帮大家整理一个表 这个表就是 每个月啊 其实这些金融存股的社团 我有很多很热心的作者 其实都在网路上整理 这些殖利率 还有股力的一个排名 那根据 这个殖利率的排名 我们可以这样直接 单纯的就去选吗 比方说 我看到 而元大金 值利率有5.68% 那 永凤金有6.22% 我是不是就这样直接去存股就好 因为很多粉丝 我看他们在存股就是说 选殖利率高的 他们就觉得说 这样存股比较有效益啊 那这样子的做法 有没有一点风险 存在 其实这样的逻辑是不正确的 所以我们来看玉山金嘛 玉山金它的殖利率有多少 5.66% 其实在里面排名不算是最高的嘛 因为有一堆 像是台中啊 台契高雄银这些银行 殖利率都有6%以上 但是玉山金呢 它的股价的涨幅是最多的嘛 就是以最近两三年来看 它的涨幅是最高的 所以呢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不是只考虑殖利率 还要考虑说 这家公司股价有没有成长性 股价会不会上涨 我们看到台中银啊 或是其他的一些银行 为什么它有比较高的 现金股利值利率 好原因在于它的股价偏低啊 那为什么它的股价会偏低呢 四出必有因嘛 就是因为它的资产品质比较差 资产品质我们要怎么判断 什么是资产品质呢 银行大部分的资产是放款啊 那放款的话呢 有可能会突然不见哦 一般企业的资产不会突然不见嘛 我有个房子在这边 就在那边啊 不会不见 但是金融机构的资产 可能仪器之间突然就不见了 什么情况呢 例如说公司把自己的资金 带给自己的董事长 就董事长捐款钱到美国了 那这样公司的资产就不见了 所以银行我们要评估 它资产的品质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如果不好的话 有很多的呆账 很多的地雷 那资产仪器之间不见 公司可能原本今年赚钱 那明年突然就亏钱了 怎么样衡量一家银行 它的资产品质就是余放比率嘛 余放比这一块 所以我们要去看说 每一家银行余放比率是多少 像台中银啊高雄银啊 它的余放比率就比较高 相对于其他银行 我记得金城瓶算是蛮低的一家银行 对 所以金城瓶的余放比率蛮低的 它的股价净值比就会比较高 我们看一下金城瓶的现金股利值利率 比较低嘛只有3.97块 代表说它的股价比较高啊 那为什么投资人愿意用比较高的价格 去买进金城瓶行的股票呢 所以这样听起来 值利率我们有时候反而要换个角度去看 因为你值利率很高了 反而是大户觉得说 那个其实是有点风险 所以我宁愿舍弃它高值利率 去存比较低值利率的金融股 对啊所以说有时候投资股票 跟它想的不一样 那在存金融股的部分 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 赵峰青它的大户人数一直在减少 那散户人数一直在增加 所以周刊就说 这样子似乎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就是筹码在存金融股的过程 该看嘛 我们来看一下在金融股的社团里面 其实讨论的非常热烈 他们就说今年最有价值的其实还是金融股 你不要听报纸在那边胡说八道 还要去看一些大户的什么动向啊 然后什么像我们也说 景区循环的末端 你不要去存太多的金融股嘛 所以也有散户说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们 那我们跟新闻反着做这样就对了 所以投资金融股到底是周刊 它这样的角度切入是OK的 就是说大户一直在减少 这样我们是比较紧张 还是就像散户说的 其实不用去怕 金融股还是很好的 我个人在投资的话 我以前刚开始的时候也是纯金融股 对我也是纯股族 就是初学者嘛 但是随着时间的经过年龄的增长 我觉得说其实纯股的报酬率不是很高 也就是不太满意 所以我现在变成架叉派了 金融股当然可以存 因为台湾的金融股体质非常的好 我们在双卡风暴跟2008年的金融海啸 经过这一波的洗礼 不景气淘汰了不争气以后 现在存活下来的金融机构 体质都还算不错 而且我们常常看新闻上 就看到主管机关 就常常找这些银行喝咖啡 所以其实管控上感觉是蛮严格的 是啊 所以金融股 不是只有我们股东在监督这些银行 政府都会帮我们监督 所以呢 这些金融机构要倒闭的风险是非常低的 获利又很稳定 通常都会发放现金股利 都还蛮稳定的 殖利率大概都有5%左右 我觉得非常适合当做定存股 但是报酬率就比较低 就是利息加上价差 一年大概可以赚7% 如果对于7%这个数字满意 可以满足的话 就可以考虑投资我们的金融股 当做存股 但是如果希望说报酬率可以拉高到15%以上 存金融股可能就没办法满足这样的需求 所以还是看投资目的 如果投资人的心态是说 反正我比定存好 然后5%7%其实也不错了 你还是觉得说金融算是还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还是相对稳定的 那你对于刚刚周刊说 像有一些金控股 他如果大户这样在卖股的状况下 你如果是存股的角度去看 这件事情是好还是不好 其实从表面上来减读当然是不好 因为大户在卖出 筹码面不加 股价在短期下跌的几率就会比较高 可是存股的话应该是要看长期 如果大户在卖的话 股价刚好被卖下去比较低 在存股的角度而言 我们买在比较低点 买的比较便宜 报酬率反而可以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着重于 这家金融机构到底有没有核心竞争力 赵丰金由于他海外资产的比重比较高 台湾由于银行过度竞争利差比较小 海外的话利差比较高 由于赵丰金有很大的资产 他的比重是在海外 他可以赚取比较高的利差 所以赵丰金他的获利也不错 他的股价在金融股 在金控也是排名前段班的 所以总结来说你觉得说大户在卖股的时候 你还是要去看 刚刚你教我们的嘛 就是说海外资产的比重 以及说他的手续费的收入的比例高不高 如果这些数字都是不错的话 那不管是哪一支金控 大户在卖股的话 其实就不用过于的去担心 是的 那金融股在投资上 很多人就是用本益比这样来看 其实这是个错误的观念 因为我最近在研究发现 其实应该用净值比这样的角度去切入金融股 感觉是会比较好的 本益比我们是用 Golden的现金鼓励折卸模型导出来的 所以他有个假设是公司的获利每一年 每一年都非常的稳定 那就适合用本益比 所以像台积电像中华电信 只要获利很稳定的公司 都适合用本益比去评价 所以只要稳定的公司就可以用本益比来评价 每年获利很稳定就可以 好可是像很多的金融机构 可能银行当年度打消呆账 认列很多的呆账费用 获利就会比较低 或是银行的当年度可能出售很多的债券或是股票 它处分金融资产造成获利 这些获利它是一次性的 不是常序性的 这样子的话呢 如果只用一年的获利 去推算用本益比去推算股价 你会觉得说 哇现在本益比怎么这么低 对那如果要用本益比去评价 不可以只用一年的获利 你要用过去五年或是过去十年的平均 这样去推本益比才比较合理 或者是把特别高的那年去掉 因为那年可能会有业外的收入 把极端值去掉 那净值比大家要怎么样去运用这个指标 我们投资一家公司 就是买这家公司的价值嘛 这家公司的价值就是每股净值 所以金融机构呢 应该是用每股净值去评价会比较合理 那至于每股净值到底要几倍呢 像玉山金啊中信金 它是比较优质的金融机构 我看他们的净值比就超过一了嘛 对就会比较高 有的还超过1.5 像玉山金就超过 那有些金融机构它表现比较差 它的股价净值比就会低于一 所以就是要去看说 这个金融机构体质是好是坏 如果比较好的金融机构 就给它比较高的股价净值比 所以在净值的部分的话 为什么金控大家会喜欢用净值比 是因为它里面的净值的组成 跟其他像是制造业有不一样吗 因为我知道在一些电子产业 大家就对于净值比这样的估值的方式 就觉得比较不OK嘛 但是在金融股它反而是适用 如果是一般的电子产业 它的净值就是它的设备嘛 但是电子业它的价值不在于它的设备 因为机器设备可能没有价值 它有价值的部分在于它的技术 比如说盖一个金融厂1000亿 但是你把金融厂卖掉的时候 可能卖不到100亿都有可能 像大力光 大力光它有价值的部分不在于它的工厂 那工厂它可能盖1000亿 卖掉的时候卖1200亿 有多一点 但是这不是大力光的价值啊 大力光的价值在于它的技术嘛 它有其他厂商没办法替代不可模仿的核心技术 这个技术可以让这个镜头的良率提升嘛 这才是大力光的价值啊 由于这一些电子业 或是有一些生技业 它价值在于技术 价值在于技术在于它的专利 所以我们在评估这一些电子业的价值的时候 就不是用它账面设备有多少钱来衡量 是用说未来可以赚多少钱 把这些未来赚的钱去折现 换换成现在的价值 但是金融业呢 它的价值主要就是它的资产嘛 它有多少的存款 它有买多少股票 买多少债券 受险因它账上有多少土地 土地价值多少 这就是金融机构的价值啊 所以听起来就是对于金融股来说 它的净值跟它的价值 其实是比较可以对得上的 但是如果是一些像是生物科技啊 电子股它们的价值 其实不在于它们的实验室的设备的多寡 而在于说你这个技术到底有没有 比方说专利 或者是说你全球的竞争力 这个技术的状况是如何 是的 那如果在金融存股的话 我看粉丝还有很大的一个 会关心的点就是说 存股啊 到底金融股是要现金股利 为主的公司比较好 还是要发放一些股票股利 但是股票股利会不会又有 膨胀股本这样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虑 你怎么样看待这个议题 在学术上来说 现金股利才算是股利 因为现金股利才是股东 真的有拿到现金的部分 股票股利只是持股的章数变多了 其实股东没有拿到实质的东西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现金股利 在金融股上也是这样 对 因为很多人就是说 存金融股它如果有发放股票股利的话 它那一张可能过几年之后 就变1.5张变2张 所以你觉得 要是你 你还是觉得存现金可能会比较好 其实我们拿到现金股利也可以自己加码 去买进自己喜欢的公司 所以比较有弹性 你觉得这样比较有弹性 对 那像最近各国这样走向负利率 各国的 其实专家都在提醒说 金控股这样的一个风险 尤其是这几年因为金融存贵流行 其实股价已经不比几年前了 像玉山晶你2016-2017的时候 那时候可能大概15块左右 现在动的是20几块 将近逼近30的价位 所以如果对于这两三年 才开始想存金融股的朋友 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现在还是可以存金融股 虽然金融股它已经涨了一段了 像玉山晶马晶已经涨了一段了 但是如果这家金融机构 还是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话 股价还是有机会持续上涨 我们现在就是找不到投资标的 利率这么低 存在银行的利率只剩下0.8% 投资黄金或是投资外币 什么其实风险都蛮高的 虽然金融股的股价已经涨上来了 可是它的报酬率 还是相对比其他投资标的来的高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 将资金配置在金融股 燕君你刚刚教我们 可以用镜子去看银行的一个价值 以及说你去银行体验一下服务态度 因为服务态度 其实就跟它的营收的来源有关 可能服务态度好的银行 它有很大的一部分的营收 来自于手续费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手续费的收入的比重 如果是高的话 将未来对于说金融海啸 这种情况来临的时候 其实会比那些投资型的银行 会相较于有比较竞争力 有抵抗力 那除了这些指标以外 我们还能不能从其他的指标 来去看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在哪 为什么现在还可以投资金融股 为什么现在金融股呢 虽然股价涨得比较高 但是还是有投资价值 这个Michael Porter 他是国际的管理学大师 他在哈佛商业评论 第1990年第二期的 《论国家竞争优势》中有提到 他说一个国家的产业 它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两块 一个是产业内同业的竞争 那另外一个呢 是来自于消费者的要求 什么意思呢 像台湾以前金融业 他是寡占 他是寡占市场 那一直到王建轩 担任财政部部长的时候 那在民国80年代 一口气开放15家新银行成立 那新银行一多呢 彼此之间就要竞争 就刚刚大师讲到嘛 产业内竞争 所以他们良性竞争下 就会进步 其实不只是 不同的银行需要竞争 就算是同一家银行 不同的分行 彼此之间呢 也会互相抢客户 也是要竞争的 那有竞争才有进步嘛 所以银行呢 以前服务态度很不好 现在呢 每一家银行的服务都非常的好 都会戴白手套啊 站在门口 跟大家欢迎光临 我觉得那个比 我去逛百货公司 还是精品店的 店员服务都还要好 而且都很年轻很漂亮 你不要再贪女色的问题 我们正常一点好不好 回归一下 竞争力除了 女生以外 还有没有哪些部分 另外一个银行的竞争力呢 是来自于消费者的要求 什么意思呢 我举日本的家电为例好了 日本的家电呢 非常的轻巧 非常的安静 这个是日本的优势 把这个家电呢 出口到全世界 为什么日本有办法做出 又轻巧又安静的家电呢 原因在于说日本 它跟台湾一样 是3D很多嘛 所以人口呢 集中在都市 集中在都市呢 变成房子很小 日本的轰音机啊 各个家电呢 它都是摆在室内嘛 摆在室内的话 因为跟人的距离很近 就可以弄到很小 不占空间 断槽都超死 对 由于日本呢 它有一群对这个家电很要求的消费者 去迫使日本的厂商呢 想办法去提升它的技术 把这个家电的体积变小 把声音变安静 好像美国好了 你知道美国的洗衣机 轰音机都放在哪里吗 放在 应该是放在院子吧 放在院子 因为日本的轰音机 通常都是放在浴室嘛 那美国呢 是自己有一间轰音 美国呢 是自己有一间轰衣间 就是它 专属的轰衣间 专门就是轰衣服的 放衣服的 住在那种地广冷气的地方 真的是很爽 你说美国它没有技术 去把轰衣机的这个声音 去让它变得比较小声 当然有这个技术 一定是有 美国都可以上外太空了 技术上一定没有这个必要 声音很大声有什么关系呢 自己一间啊 关起来 其他人听不到啊 不会影响到正常的生活 所以美国的厂商 就没有必要多花那么多钱 去提升它的技术 去把声音弄小嘛 那相对的 因为日本的客户有这个需求啊 所以日本就会想办法去把 轰衣机的声音把它变小 商倍数其实都蛮低的 同样的 台湾的客户也是一样 像Costco好了 Costco就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货嘛 在美国呢一定是商品有瑕疵 民众可以拿去退 就是台湾不是 我只能说台湾的澳客特别多啦 那台湾的金融业 为什么这么有竞争力呢 好 原因就是在于说台湾可能 对这个金融业要求特别高啦 那我举我的例子就是 明明我的利息呢 就是电脑算的 就是正确的 但是我还要买一杯星巴克 我自套腰包 还不是公司出钱 去这个 请这个客户去拜托他说 不要到处去宣扬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台湾的金融股的核心竞争力 就来自于说 我们的消费者要求的比较高 对 像我去大陆那边工作过 我去大陆那边领钱 你知道金额比较高 你可能要领50万的民币 100万的民币 他可能会领不到 你要前一天先打电话去说 我要领钱 他才会准备好现金让你领 但是台湾不是嘛 你领不到试试看 明天马上就上报了 马上新闻就报了说 这家公司有问题领不到现金 可能就会面临倒闭的风险 所以其实在台湾 听起来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真的是还蛮高一个状况 总结来说我们刚刚 跟彦均讨论的结果 其实你金融股 你就真的不能太用本益比去做评价 因为金融股 它很多的盈语是来自于投资 那这些变动比较大的状况之下 其实你该用的是股价净值比 反而是可以去评价银行 跟这些金控股 比较好用的一个指标 记得用股价净值比 反而不是用本益比这样子的概念 而在他们的营收的收入来源 也很重要 我们刚刚有提到 银行的收入来源 有手续费 然后利息 以及投资上的收益 那这三个到底哪一个比较稳定呢 其实就是手续费的部分 因为像手续费 比如说财富管理 或者是像我自己很喜欢刷卡 那银行赚这个手续费 这个是比较不会因为说 外在景气环境变化太大 就去影响一个营收比重 如果一家银行它是靠投资赚钱 那你想嘛 像今年三月股债的时候 其实很多金控 他们的EPS是负的 为什么 他们就是因为投资占了 它一定程度的一个比重 相反的一些比较消费金融的银行 因为手续费是他们主要的来源 因此获利就比较稳定 给大家做金融存储的一个参考 不过最后我们还是要不免数问 彦均一个问题 我是帮粉丝问的 粉丝就说 到底你们做那么多 但我又没有时间了 我要上班啊 不然有哪一几支比就好 来让我自己去研究 像手续费占比比较高的 银行就是中信 或者是玉山 你看这两家信用卡 比如中信、台信、玉山 就是发行信用卡 蛮大的一个公司 对那这三家都是手续费占比比较高的 他比较不会受景气的影响 所以就可以考虑说来存股 那其中台信的话是因为 他有卡这个张银案 所以目前就是股价偏低 如果张银案可以顺利解决的话 我觉得台信金也是非常有潜力的 张银案就是不管他是胜数还是败数 你觉得都是OK的 只要有结果就可以 对那另外的话就是 台湾的利差比较低 所以我们可以去选择海外的资产比较多的 像是中信、赵峰 海外的资产都比较多 海外资产比较多的话 利差比较大 获利也会不错 如果大家是想要领股利的话 我可以介绍一家叫金城银行 金城银行是因为受到银行法第50条的限制 所以他每年的现金股利都只能发放1.5块 可是金城银行在今年 他的提列的法定盈余公期已经超过他的股本了 所以明年他的现金股利就不受1.5块的监制 所以他假设赚3块 他要全部发3块 这样也OK 是的也是可以的 所以如果喜欢现金股利的话 就可以考虑金城银行 那总结来说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手续费为收入的银行 你就可以去参考像中信 或者是预算这些信用卡刷卡很多的 那如果在海外的资产 这利差比较大 你就可以考虑赵峰 这是以上燕君分享给我们大家的一个观念 那希望今天这一集节目 能帮你在金融存股上 不再只看本益比 或者是只看殖利率 你就傻傻的去存金融股 其实很多好的金融股 并不是只靠本益比 或者是这些殖利率 你就可以挑选出来 你要用我们今天交的手续费的收入 以及他在整个银行的服务的品质来挑选 相信你就能挑到很好的金融存股 来帮助你在存股上 继续朝财富自由的路上迈进 那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理财资讯的话 记得上YouTube跟Facebook订阅 理财最给力 让我们继续帮你的人胜财富加点力 我们下次见 拜拜